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期流行 我是大鴻輝 這兩天在網上相信引起全城熱話 一定是天線WWB這件事件 事緣是星期日有一家人帶著兩個小朋友 走廊豪坊的其中一間店舖 這間店舖叫做 KK Plus 一直標價5萬多元 1.8米高的天線WWB公仔 就突然應聲倒地是粉碎 在網上的圖片所見 當時的公仔被身邊一個小朋友捱跌了 店員出來的時候就跟家長說 你兒子之前都踢了一腳 於是家長就為了息事寧人 即時向對方賠償 經過一番理論之後 店員也請示過有關的負責人 到最後就說收回成本價 錄了卡 33,600元便了結了這件事 當時賠了錢錄了卡之後 家長就快帶小朋友離開現場 事主的爸爸鄭先生 但錢上學覺得賠償好像有點不值 認為店方都有一定的責任 應該用圍欄圍血公仔 防止有人造成損毀 又質疑店方的職員誤導他 即是跟他說 你兒子之前踢了一腳 你很賤就會覺得 是不是我的臭小子又再踢多一腳 整潔了公仔 誰知看回影片發現不是這樣 覺得對方也有誤導的成分 怪錯了小朋友 太太鄭太覺得好像怪錯了 罵錯了兒子 亦都覺得店員真的誤導了他們 令到他們造成了心理壓力 於是就要求KK Plus的店鋪 賠償 甚至投訴那邊 當時這個店鋪的有關負責人 沒有即時回應 就說我翌日找人回覆你 KK Plus在他自己的IG上 亦都出了一些帖文 就好像是抽回自己水 即是他出了一張 小版的天使WW的公仔 他就當是公仔說 大那個不在 但我小那個更安全的 多謝大家關心 還自己抽自己水 令到網民更加生氣 即是你的態度很有問題 你不是關心小朋友的感受 反而你還在說公仔是怎樣 即是覺得他們很無品 KK Plus有他的抽水 但IKEA很搞笑 IKEA又出了一張照片 就說我們的傢伙很牢固 大家歡迎過來看 即是這個抽水就抽得漂亮 你自己抽水跟別人抽你的水 是兩回事 即是你自己抽水就變成公關災難 別人吃花生的公司來抽你的水 別人就說這些叫靚抽 KK Plus這個負責人 他就沒有即時去答覆這個市主 反而在那一晚的凌晨12點鐘左右 就在Facebook他們的page那裏 就發表這個聲明 就說有人散播謠言 誤到視聽 堅稱沒有收多了那個貨品的售價 即是說我們只收回那個成本價 他們都堅稱這個52,800 其實這個成本牽涉多方面的費用 包括了一些版權、設計、研發、打造模 即是製造模 然後擺設的加固、包裝費、運輸費等等 而這個擺設只是用來做觀賞之用 所以就沒有承受壓力的銀證 原本同款產品的25CM版本 就是1180元 公司也沒有因為這樣而收多了貨品的售價 也呼籲網民不要再轉發 含有個人資料的任何訊息 結果當然短短一晚之內 去到第二早上 引起二萬多三萬個生氣 有萬多個留言 一面倒瘋狂地去罵這間店鋪 就說我們是黑店 甚至乎有人說 擺明是否有些碰瓷檔 這個就是店舖版的碰瓷檔 所以整晚不停地被人罵 到第二早上 這段時間 這個聲明亦都超超地刪除了 你刪除了貨品 更加引起網民 就更加瘋狂地罵你一遍 為甚麼呢 如果你不是身有屎 好地地做甚麼 被人罵完一輪 你將那個有二萬多三萬個 有萬多個留言的貨品 突然刪除了 人們就更加瘋狂地罵他 這件事是有幾個階段 首先就是講 他在未出聲明之前的時間 其實當這個事主 將這個貨品 放了上社交媒體的時間 其實網民都不是一面 去罵這間店 為甚麼呢 可能有很多網民 就會覺得 其實你作為家長 是否應該好好地 去看著小朋友呢 這個小朋友 弄壞東西 要賠錢 就天公地道 甚至乎 還有很多 當時很多的花生友 還留言 這個小朋友 真是厲害了 一次過 將他小朋友的童年 所有買玩具的預算 一掃過就花了 你不是打算去公審別人吧 你都是責任的 但當這個影片 真真正正公開了之後 大家就發覺 怪錯了事主 小朋友原來真的無辜 你不是見到小朋友 在商場或店裡 跑來跑去 古靈精怪玩 大家知道 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當然非常活躍 很好動 如果你家裡有小朋友 你就知道 在片段所見 小朋友 只是輕輕地靠近公審 亦不是走來走去 很白眼在那裡玩 即是看到公審比自己高 當然以為很穩固 誰知道 輕輕地靠近 你只看這條影片 就覺得完全沒什麼用力 再加上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大家想像是有多大力 竟然 這個1.8米高的WB 就應聲倒地 一跌落後 大家便會發現 原來裡面是空心的 即是說 如果一個空心的公仔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它的承托力 和穩固性度 有多厲害 既然五歲的小朋友 都可以應聲倒地 相信一定不是一個牢固的設備 即是說 如果你是大人 我相信你很輕易 可以撞塌這件事 那條影片出了之後 大家便發現 這間店是否真的有問題 竟然不顧這個安全性 甚至乎 有很多人留言 就是說 你現在要別人賠錢 但小朋友其實 真是幸運 如果你擇到別人 弄到別人 更大件事 你不僅不需要負責任 你還要別人賠錢 於是便一面倒瘋瘋地罵他 這間KK Plus 負責人 或者店鋪的人 發現 這樣被人罵便是辦法 於是便要澄清 既然市主都賠了錢 那些人還罵甚麼呢 於是便出了一個聲明 便告訴大家 你們不要再罵我了 可能被人罵得禁 怎知這個聲明一出便更加惹起功憤 我最反感 就是在他聲明的最後一段說話 呼籲市民為了市主的私隱 避免轉發含有有關個人資料的任何訊息 其實他背後有些甚麼潛台詞 便告訴大家 你這班人現在已經結束了 不要再抹黑我們 他便拿了市主的私隱 作為一個擋箭牌 你不是影響我 你是影響市主 令市主更多人認識了 其實他背後便告訴你這班人 你不要再說這件事了 有些警告的成份 所以你這樣說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公關災難 也有人聲稱 在附近工作 亦都有人說 找到這間店員的其中一個店員 爆料就是 原來這間KK Plus 即是弄壞東西 要人賠錢 這個情況 原來在近期已經是第四次發生 如果爆料的人說的是真的 那是否就是說 其實這間店員放一些公仔出來 很多舊都是否很不穩陣呢 即是很容易撞爛呢 否則的話 怎會在短時間幾個月內 就發生第四次呢 據聞這間KK Plus 的母公司 就是一間上市公司 叫海之六國際 我不知道他們 有沒有自己的公關團隊 但是呢 如果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你不單止沒有平息民份 你還出了一個聲明 去叫大家收口的話 其實你真真正正的公關災難 就惹起公憤 這一晚裏面 你一定是成為主角了 整晚被網民不停地喪鬧 律師說 其實香港的法例 沒有明文規定 打爛店鋪裏面的商品 一定要賠 就算那間店鋪貼出 如有損壞 照價賠償 都是一樣的 雖然這個標示 有機會視為 某種定義下的合同 但是呢 都要看法庭的半決 根據這個 common law的描述 其實十歲以下的小朋友 是不需要負上這些法律責任的 有些律師就說可以義務 幫這個市主 好像幫他出頭 因為事出突然 還有特別的個案 甚至乎可以 反過來 向這個KK Plus 叫做 拿回賠償 即是說 你不用一定要賠 如果給我 可能我有機會 都會跟店鋪爭 但到最後 你為了小朋友著想 作為家長 一定是這樣想的 即是你不會想錢 即是幾皮東西就幾皮東西 當然是小朋友的感受 因為很容易 讓小朋友有一個陰影 即是如果你報警 或者搞大件事 就越來越多人圍觀 不是每個小孩 可以承受到這些壓力 即是人的目光是看著自己 發生什麼事 我做錯了什麼 為什麼這麼多人來 如果報警 警察來的時候 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警察來是不是拘捕我 即是這件事 影響幾心軟 而這對家長 當時也沒有即時去罵小朋友 我相信 他沒有現場罵他 可能回到家說了幾句 所以後來他才說 怪錯了兒子 罵錯了他 但他沒有即場去罵小朋友 我覺得 這兩個做法 他做得很正確 起碼他第一時間 保護了自己的小朋友的感受 這件事 如波未了 下午時有很多媒體 就走到朗豪坊 這間KK Plus的店鋪 他們第二天都照常開店 當時有很多記者 媒體去訪問這個店鋪負責人 店鋪負責人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 他們已經第二天回來的時間 即時再去處理清潔 或者執拾 以免同類的事再發生 就說這件事大家都不想發生 但他亦說公司會作出檢討 但他亦沒有承認他們有沒有做錯 在訪問裏面 亦聲稱會跟客人聯絡跟進 有很多人出了這個報道之後 又是一面倒去罵這間店鋪 即是說跟客人聯絡 不是給錢人 不過看你們都不會給錢人 根本就是名屈 以後都不會走這間店鋪 免得不小心 弄壞些東西又要大額賠償 亦有人留言說 被律師篤爆了他們 自己本身都沒有好好保護物件 他們的責任更大 所以才死死地氣出來 會聯絡客人 老屈的小朋友 即是不知所謂 亦有人罵他 不斷擺東西出來輕飄飄 大風一點也吹倒 如果責任你標價十萬 就要少賠償 那豈不是破產 去到下午的時候 終於KK Plus 鏡武公司 海之樂回應01查詢的時候 就說 近日發生大型藝術玩具產品事件 首先向市主一家人帶來不便 至萬二分的協議 他們會高度重視每個客戶 馬上作出內部跟進 和有關的家庭聯絡 即是聯絡鄭山鄭太 慧問他家人的小朋友 表示已將這款款項 全數退回鄭山鄭太一家 我們要評論整件事 如何不適合 首先我們可以試試 代入這間KK Plus 這個公司 或者當你自己是店長 你會怎樣去看這件事 原來這個KK Plus 其實在他們未有實體報之前 在去年的年尾 已經多次將這個 WB公仔 在有圍欄的環境下 擺放出來 吸引一些圖人拍照打卡 即是說 這個天線WB公仔 對於這間KK Plus 是其中一個賣點的標誌 理論上 如果我是店舖的負責人 我一定會很緊張這件事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等於生招牌 即是我要賣其他模式 我要引人去看 要打卡引人的目光的話 這件事對於這間店舖 很重要 如果很重要的時間 我會不會輕鬆放在 一個當眼處 而它容易弄爛呢 當然 如果你要吸引人 當然要放在當眼處 如果你放在十字路口 或者近Kashia的位置 我覺得摸口飛 因為你要引來目光 你要引到大家去注意 例如 很有趣的 我的打卡 我覺得很正常 但如果你是一個店舖的負責人 你當然是老虎蟹 你都弄到它 暈眩暈眩暈眩 你不要說 那些圖人 不要說大人 你自己的伙計 那些員工 都有機會撞倒它 撞倒了 那些伙計怎麼賠 原來是幾皮的東西 我見到很多網民 就說 他們刻意 刻意 做出來 忍著看誰不好 有人爆料都這樣說 我們很難去考究 但在客觀的事實來說 如果你站在店舖去看 這件事就真的很不合理 為什麼呢 既然那件東西 那麼容易壞 那麼容易撞爛 你作為公司的員工 或者店舖的人 沒有理由不知道 為什麼呢 那些公仔 或者店舖 或者招牌 有時你收工的時候 都要搬到一旁 你沒有理由 到收檔的時候 還放在同一個位置 我不信你在店舖開張 那幾個月以來 那些店舖一直都放在那裡 是不可能的事 一定是搬來搬去 那你都知道 它有多容易打爛 這個不需要討論 這個肯定是 即是呢 如果你是一個上班的人 一定知道那件東西 喂 裡面是空心的 那件東西 碰一碰就倒了 你自己都會小心一點 那為什麼 你既然都知道 是這樣的時間 你還有得那些徒人 走過的時候 那是不是真的 你很難令人 不會懷疑你是有心 去善一些 來看東西的人 其次就是 去到第二個階段 當你見到 那個市主已經賠了錢之後 那件事就結束了 結束了之後 你為什麼還要去抽水 我覺得這個態度上 是非常之有問題的 我不知道是 那間店舖自己出 還是他們有些公關部門 你抽水就抽著火水 很多人就說 根本這個東西 是不值幾皮的 那我自己個人都覺得 有沒有人會這麼蠢 買一塊 那麼容易爛的東西 拿幾皮出來買呢 市主已經賠了錢了 你還走上去出帖 就說 什麼大的不在 小的沒事 多謝大家關心 你再在半夜 再出一個聲明 就是澄清 即是你說到 自己完全沒有錯 你在那個聲明裏 你的態度很有問題 你叫網民收聲 那你肯定是惹起功憤 這間店舖 對於這件事 在未發酵到這麼大之前 那個態度是非常之有問題 你有什麼理由 你打開門做生意 你的相遇是比一切更重要 難道你真的想著 開一間店舖出來 拼搏一些人 撞爛一些東西 幾皮東西幾皮東西 去養護一間店嗎 我想不到一間店舖 是會這樣 除非你真是一間黑店 到第二天 即是受到洗版式的傳承 在討論 引起了這麼多人的討論 搞到發酵得越來越大之後 你才去聯絡那個當時人 然後去賠錢 退回那些錢給他 什麼賠錢 退回了別人賠的錢 其實這件事 只是一個時候 舊了東西補獲的做法 更加告訴所有人 你之前做錯了 別人賠錢之後 被別人喪鬧 罵到真的知道 舊了東西 真的糟糕了 不賠錢不行了 去到第二天的時間 大家討論得這麼熱烈的時間 無論你怎樣做 你都死了 即是你只在後面去補救 已經是沒有用 因為為什麼呢 你賠又死不賠又死 你賠又被人罵 不賠又被人罵 都是被人罵的 即是大家試想下 即是逆地而處 如果你真的要好好的 去處理這件事的時間 你的相遇是重要的 你不是一間黑店 你只是一間有良心的店舖的時間 你有另一個做法 可以將整個情況 做得非常完整 而是很漂亮的 就是別人的小朋友 撞倒了你的公仔 你不需要他陪不得止 小朋友不要害怕 沒事的 這是很小問題 然後可能送回一個小小的公仔 給他 我相信 對方除了多謝你之外 你將這件事公開了 我相信 全世界的網民 都是給個like 支持你 甚至乎 用很多很多其他方法 去幫你的店舖宣傳 這些你就贏了 反過來 你現在這樣做 你就完完全全就輸了 我在這件事裏 我看得出 今時今日的網絡世界 很流行公審 即是說 其實你可以見到 整件事在開始的時間 這個事主 將這件事 在社交媒體的時間 其實是被人罵 不是全部幫他 即是告訴大家 其實網民真的很公道 有很多人 明明自己做錯 然後就主動把這件事拿出來說 希望得到大眾的支持 然後一起去公審對方 大家見過很多 但往往如果你自己做錯的話 網民是不會一面倒幫 鋪出來的人 是有機會 你反過來 叫做衝出來 然後就被人公審回頭 這些事件 真是屢屢發生 這件事之後 即是恭喜你 KK Plus 你真是出了名 本身 老實說 我真的完全不認識這間店 但一夜之間 你真是成了名 但這就是一個污名 即是 我經常都說 在網絡世界 你要出名的時間 你都不是用這些 愚蠢的方法 現在我是家長 我都不敢再帶小朋友 走你那間店 用什麼 走多兩夜 嗨兩嗨 然後又說 要賠什麼天假 做生意就不是這樣做 應該老老實實 即是你這間店 你賣的東西是優質的 你的服務是好的 你的商譽是很重要的 即是現在一鋪 將你自己的店 即是打爛自己的招牌 人家都不知道要花多少錢 才可以做得好自己店的生意和商譽 即是譬如你做一間食肆的時間 你要的東西幾好吃 好吃到每個人都知道 一個傳一個 是要用很長時間才建立到回來 但是你要弄壞自己 好像這樣 一件事就已經可以 真的令到你名譽掃地 在市主那裡 就算被你騙了幾皮東西 又幫不了你的商譽 不只 現在被人罵到狗 你又死死地氣 賠回那幾皮東西給人 那你就全部都輸了 網民有什麼看法 都歡迎留言和我們分享一下 好 今集就講這個 WB事件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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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